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有记录的 就是我这样跟你讲 1981年 苏联那一艘潜艇 苏联那一艘潜艇在百物 仔细咪咪任务 啪一下 舰上所有东西都停了 只有一个 那个指标 它在位置的指标 啪就一直转 枪都停了 天天分钟啪 舰又开了 那个指标 啪一转 显示这个舰 在一万多公里以外 一级无线电 啪 打回海军总部 说 总部 你用这个无线电信号 能够测试我们的位置吗 总部说 他说什么了 你们的位置在 印度洋 一分钟 我才在百物岛 我立刻到印度洋 到地球的另外一边 印度洋去了 超过一万公里以上了 他怎么可以瞬间 派了这么大的潜艇 移动到印度洋 他不可能 整个潜艇 俯上来 俯上来 看是不是在印度洋 一俯上来 打开舱门 一看外面 一片茫茫大海 谁也看不出来 这到底是百物岛三角洲 还是印度洋 但是两个人同时尖叫 看到什么了 两个人同时尖叫 同时指的 看到对方 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 你秒移动就算了 还秒变老 秒变老 他们看海洋看不出来 但一看对方 互相指 你为什么头发白了 你为什么长出皱纹来了 就一分钟前你还是一个样子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轰动整个苏联 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立即下令潜艇 立即返航 回到黑海海军基地 这道本来在百物岛三角洲的 从印度洋 啪黑海基地 一个钻车在那边打 所有人上钻车 啪一下 93个船员 一到基地去 一检测 在那一分钟之内 美根衰老了20岁 难怪刚刚要大家 惊讶地叫出声音来 但是回过来 百物岛三角洲 那个剧烈的震荡一分钟 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 不晓得 这是官方唯有记录的 就是他居然瞬间在海底 我们知道都在空中或海面上 这是有记录的时候 第一个有正式官方记录 在海底 瞬间移动 超过一万公里的 美国的圣湖湾一号潜艇 曾经瞬间移动 但是他那个距离没有这么远 而且没有瞬间昌老20岁 好 那是不是只有这个呢 我再给你一个有官方记录 注意哦 两国的大使馆跟警察局 都有官方记录了 这发生在阿根廷 阿根廷 他们是从两部车子 从首都布宜艾斯 这个艾利斯 要到150公里之外的一个城镇去 前面是布登 是医生的律师的朋友 他前面开车 后面坐着他的律师朋友 夫妻在后面 走高速公路 走走走走走 快要到了时候 布登从护士医去看 卡 律师的车不见了 闹对了吗 开太慢了吗 开太慢了 你能去哪里 对啊 因为那是一九六几年的六月一号 所以那时候没有手机 没有无线电 他想要是不是上个洗手间 是不是绕队 他就先去了 他朋友去 没有来 没有来就开始到处报警 警察就啪去找 沿着高速公路找 完全没有踪跡了 结果这时候电话响了 这个布登先生拿起电话来 他律师朋友打电话给他说 兄弟 我在墨西哥市 你刚刚说阿根廷 阿根廷 那些跑到了墨西哥 布里 他在阿根廷首都 这个布里 还是爱丽丝出发 跟墨西哥市你知道多远 多远 超过六千公里 超过六千公里 好 他就说你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告诉你 我真的跟你后面开车吗 一阵白雾 我开到雾里面去 开到雾里面去 当时我有特别看手表 十二点十分 十二点十分 突然之间 我跟我太太就昏过去了 昏过去了 我们一醒来之后 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就像是还是过了方向盘 奇怪了 还是在开车 但是开车 一看 一个牌子 距离墨西哥市六十公里 我明明在 那一团烟 那一团烟 我穿过烟 是 就到了墨西哥的高速公路上去开车 还没完 他说我开到墨西哥市 找到了这个 阿根廷住墨西哥大使馆 他们告诉我说 你哪天出发 他说我六月一号出发 他告诉他 我现在是六月三号 已经是两 一团烟已经过了四十八小时了 四十八小时 整整四十八小时 为什么 他一看 手表停 十二点四分 整整过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 警方大使馆 都是有记录了 瞬间移动 再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爱因斯坦认证的穿越时空 那不是一个人在变不见 是整艘船 船上的官兵弟兄 对 如果讲到一个穿越时空 最恐怖的一个实验的话 那就是废城实验莫属 事实上这是在二次大战 1943年进行的一个实验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实验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时空背景 因为1943年 当时美国跟日本 还有是德国 他们在交战非常的激烈 那美国的这个船 常常都会被打沉 所以当时美国就想说 如果我能够让船 隐身起来的话 那是不是非常好 那如果他们就认为说 如果能够做这样的话 他们已经可以轻松的打败 就打败这个敌国 就当时有一个人提出一个看法 我们都听过特斯拉 特斯拉在生前 写了最后一个理论 叫做重力的 引力的动态理论 这个理论没有人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但是拿到美国政府的手上 那特斯拉这个理论是讲什么 他说如果藉由电磁波 或者磁场的改变的时候 可以让整个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消失的状况 就后来 这个爱因斯坦 他的相对论也提出来的时候 坐实的这个实验 是可能成功的 这个实验的出发点 其实很简单 透一句现在我会讲的是逆中 因为那个时候 你看德国的潜舰神出滚墨 就把你打掉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 你就已经沉船了 对 于是在1943年的7月22号的话 第一次的这个废城实验登场 那我们刚才讲到 他们的理论是说 借由所谓的这个磁场跟动力的 这个引力的改变的时候 可以让周边的光折射 折射回去的话 你就看不到 你就不知道我在这了 就变成是隐形 所以你看 他们当时第一次实验的时候 是在废城的这个船屋里面 那它这个船是Air Bridge的一艘船 它这一艘船是驱逐舰 它长是94米 然后重是1600吨 是非常大的一艘船 结果你知道 它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打开3000个电池的放大器 电池放大器放在它周边 就重至少5吨 就一打下去之后 没有错 它马上在周边 就形成一个云雾的绿光这样 然后就不见 不见之后马上就出现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 第一次实验之后 短短的几秒钟 短短几秒钟的时候 这些在上面 因为上面有船员 船员就感到恶心 而且做完实验的时候 他们分不清楚方向 于是美国政府就认为说 可能第一次的实验不算太好 所以他们在把周边的一些措施 再把它做得更好之后 进行第二次实验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你的第一次实验 我如果站在这个电池场外 我肉眼看到是 的确有一个绿色的光团在里面 在里面的那些人 自己会晕眩会恶心 我们看到就是它真的不见了 第一次的话是好像有点半成功 但是第二次是真的成功 第二次你看 1943年的10月28号 进行第二次的这个废城实验 那一样还是这一艘船 那一样在这个船屋里面 就你看这一次的这个磁场 一打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说没多久 在他们的眼前 这一艘这个air bridge的 这个所谓驱逐舰 居然就消失 消失不说你知道 在这个600公里以外 在维吉尼亚州 有一个诺福克的这个基地里面 居然有人在那边看到说 这一台船居然在那边出现 它穿越时空600公里 而且出现的时间还不只是短短的几秒钟 是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几分钟的时间 它又消失又回到这个地方 几十分钟之后 它回到原本这个废城这个实验场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们实验成功不只是让它消失 而且让它穿越了600公里 而且这个真是一个 空前绝后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实验 那我现在很好奇了 居然你可以平行飘移 穿越时空600公里 对 上面的人怎么办 对 他们一开始认为说这个实验是成功 但是他们上到船的时候 发现到糟糕 好像会产生非常难以解释的副作用 譬如说他在移动的这个瞬间的话 60%的船员不见 也就是他们去清点人数的话 居然说40%的人在 60%都不见 你把他们变到哪里去了 对 而且你知道生还者的话 很多人他们再回来的时候 你问他说 那你们到哪里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们都讲不出话来 就好像很茫然 就好像有点神经戳乱的这个样子 而且你知道吗 更夸张的是 他们没想到就看这个人的时候 你看就出现这样 有五个人 他居然跟这个舰体融为一体 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的特效 不是有人跟这个所谓的钢铁 什么结合在一起 你可能可以看到他的脸 或看到他的身体 他真的就是跟这个舰身融为一体 所以这个实验是太过惊悚 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实验可能恐怕是失败 这个实验后来在1943年 第二次实验之后 就没有再做下去了 这个没有再做下去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个实验 会露出这个所谓的 大家会知道这个实验的 主要是爱因斯坦在他死前的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个动作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任何手稿的话 大家都人类都一定是把它留下来 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所谓未来可能改变人类 所有的重要的这个information 结果没想到他在死前的时候 他居然销毁了一批的这个手稿 那这些手稿被人家怀疑说 就是跟这个废城实验相关的所有的手稿 他就把他烧光光 也就是说他不想要让人家知道 这个实验到底发生什么事 而且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你知道这个废城实验 甚至后来还拍成了影片 这个在1987年的时候 有一个废城实验的这个影片 还拍出来 那所以很多人就言之早早 甚至后来还要拍成电视剧 甚至后来很多港台的这个戏剧里面 都用这种废城实验 当成一种梗来这样做 现在什么时代呢 你再跟我讲时空穿越 那如果每次听到时空穿越都说 那是鬼故事 来世聪告诉我们 从这张照片讲进去 该怎么解释 一个英国的母亲 这个叫Laura 她在翻阅过去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她说 她特别说 她PO出来这个照片 她说这是十年前的这个旧照 这个是她的女儿 她女儿叫做阿爷莎 当时的时候只有五岁 那时候是五岁 就没想到她说这个照片的后面 这边有一个金发的这个小女孩 她就说这个金发的小女孩 是她的小女儿叫阿爷 这个她小女儿叫做Sophie 她说Sophie当时没想到 在十年前她当时还没出生 在她出生前三年 她居然穿越时空来看她 她一直言之嘲嘲说 这个就是我的小女儿Sophie 简单讲两个女儿 姐姐在这个地方 拍照的年代了 妹妹根本在哪里 神游根本就不知道 结果后面居然出现了一个小女生 这个小女生 她们深深的相信 这个就是几年后的妹妹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她们 现在的这个照片 这个阿爷莎 她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那你看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小女生 后面是一个金发的女生 她就说是她的小女儿的Sophie 那到底像还是不像 很多人都认为说不像 很多这个从照片来说是不像 但是这个母亲 一直非常言之早早说 她认为这个穿越时空 的确是真的好 说这个小小小女儿 穿越时空进到她们相片里 但有人会说 这简单 批图就可以批出来 是 没错 那好 既然是批图可以批出来 那我们来看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就不是批出来 但是大家还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诡异 这是美国的一个 街头的一个画面 但是画面是什么 你看一个男子 穿着这个帽梯 他走入一个店里面的时候 你注意看 他就走进去 而且还是穿越进去 穿越进去 穿越的那一刹 好像有那种磁场改变的这个状况 那你仔细注意 他下面还有一个时间 你注意 他进去的时候 是2016年的1月30号 那你注意看 他出来的时间点 如果我们在看上面的这个 video的画面来说的话 他居然已经变了这个时间 你看2016 1月30号 他进去之前 仔细看 这个要进去的时间 进去之前的时候 2016 这个2016的1月30号 那后来他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画面可能或许没有拍到 但是的确 这个画面你再把它往上看 这个时间表的话 是2019年的1月30号 也就是说 他在进跟初的时间 居然有三年的这个时间 很多人都说 这个影片总不可能作假 那的确 这个神秘的男子 才穿越时空 进去跟初来之间 没想到 居然就隔了三年的这个时间 到目前为止 这个影像还令人无法解释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玄之又玄 这是影片 你要怎么批呢 事情都发生在这几天 太平洋接连 发生了幽灵船的事件 马上带我们来看看 幽灵船哪里来 它本来要飘去哪里 一切一切大家都觉得 哇 仿佛是瞬间移动一般 比较让人家沉痛的是 居然里面闹出人命了 幽灵船 船幽灵 幽灵的特色是什么 第一 神出鬼没 第二 瞬间移动 好 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了 12月27号 在日本的外海 左渡岛的岸边 啪 出来一艘幽灵船 为什么讲幽灵船 因为日本对于近海的防御 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居然啪下就出来一艘 这样子一个半沉睡的船 然后一看船上面印有 北韩的文字跟数字 这是一艘北韩的船 结果一上船 吓了一大跳 他们看到什么了 看到七具尸体 七具尸体还在船上 七具尸体有五具 是完整的 对 有两具 只有头 为什么这个幽灵船上 居然有七个尸体 好 那怎么来的 目前完全不知道 而且出了人命 好 这条船 那它怎么来的 他们怀疑 第一个 北韩间谍船 第二个 北韩的渔民 第三个 北韩的难民 逃脱的 对 但怎么样 不知道 好 在日本出现幽灵船的时候 注意看 这台湾非常有名的幽灵船 因为 它在公路的旁边 台二线旁边 变得很多人热门打卡 因为它是个大船 它是个再杀船 超过两千吨 你看 居然在台湾线 它本来搁浅 要拖到苏尔岗去 但是它船体触胶 破洞 没办法 洞了 所以在那边被幽灵船 幽灵船来搭这边打卡看的时候 我告诉你 决定要把它拆除 为什么 怕它影响到附近警官 怕它造成什么危险 对 结果包商 给了包商 包商老板 就下去看船况 对 一下去 不见了 不见了 我只是看不见了 失踪了 就去一爆 居然在船底 找到它的尸体 现在怀疑 它是不是连那个氧气的管线 那个管线被纠缠 被弄断 因此 但是你知道 包商 它做这种拆船的 它永迹是非常好的 居然会命上海底 这一艘船 它另外一个让人家不解的地方 它海上漂流 一度漂到了东北亚 再漂到台湾近海来 就是那个航线 你刚提到四个字 听了就头皮发麻 你真的是神出鬼没 另外一个就我们讲到的 它居然仿佛瞬间移动 一般太不科学了 我就要跟你讲 因为这个船在那边弄以后 大家就去查它的来龙去脉 一查人家就说 它漂流 9月的时候 在日本的南部 看到它的踪击 然后居然 啪下 注意我们的海防也是很厉害的 日本的海防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船靠近 我们一定会知道的 怎么会有这样一招 神出鬼没的船 突然之间就从日本南部 啪一下 漂流到台湾的东北较海岸 所以它这两艘船都来去不明 好 我现在更厉害的一个 幽灵晶片 英国跟丹麦人研究最新的晶片 把它叫幽灵晶片 你知道为什么叫幽灵晶片 因为它里面的信息 瞬间移动 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看到 瞬间移动 这什么意思 所以这是可以想象 甚至它可能发生的 不是 它已经发生了 我告诉你 5G厉不厉害 厉害 6G厉不厉害 厉害啊 我告诉你 对它而言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我用了微不足道 这个新的晶片出来的话 人类的data 这样传输 比现在最快的电脑快多少倍 5G都不要再讲了 6G超级电脑都不用再说了 都是小事情 人类现在最快的电脑 它比它快10亿倍 你如果创造一个比 现在还快10亿倍电脑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 那是人类一个不可思议时代 第二个 它一动作它就动作 中间没有电流 没有电子 没有电缆 你不能拦截 你不能确听 你什么动作都不能做 我根本中间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这个data 啪一下这个data 人类现在居然可以坐到 1200公里以外 啪一下就过去了 瞬间移动 我告诉你 爱因斯坦时代 他就讲过有这个东西了 叫做粒子交产 我再给你讲 爱因斯坦第一次用鬼来形容 他说鬼魅般的远距作用 所以人类的面貌 如果真的做出来 会因此而改变 你这样讲 一般人却想到是 那个所谓的瞬间移动 那不是跟虫洞 跟穿越时空一样的概念吗 所以居然比光还快 至少一万倍 所以什么事情 虫洞 穿越时空将来都可能发生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七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哇真相 ulu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